恋爱之后如果遇到了更心动的人该怎么办 我有个朋友跟男朋友在一起差不多七年了 跟大多数恋爱常跑的人感觉一样 这段关系实之无畏 极致可惜 然后之前我的朋友换工作了吗 认识了一个新的同事 那个同事长得特别干净 对他也特别好 虽然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在有男朋友的情况下 跟别的男生接近 但是就是忍不住跟他聊天 陪他加班 到他的车回家 后来有一次 他下了另一个同事的车准备上楼 那个同事突然叫住了他让他等一下 然后自己小跑到了小白布 给他买了一袋橘子 当时很讶异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跟同事说过自己喜欢吃橘子 但是同事还打听到了 他当时就有了一种久违的被在乎 被探索 被照顾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 就是想开始一段新的关系 但是当他上了楼 打开冰箱那一瞬间 他突然就反悔了 因为他看到冰箱里面 剩下一大袋新鲜的橘子 那是他男朋友给他买 他突然想起来这些年 几乎没两天 他男朋友就给他买 一大袋的橘子 加起来可能无卡车都装不完 但是自己却习惯了对方的这种关心 把他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 以至于别人的小小的好意 就战胜了对方一复一日的扶持 有的人之所以会让我们觉得他很好 是因为他不需要跟我们上来今天的晚十一次 不需要跟你去应对现实的残酷 他只是要投机守号就够了 而我们本就活在了心灰之下 却把一闪而过流星 当做了光明 我没有想起来